这是一个传统家庭的平凡生活 虽然普通,却十分温馨 相信总能带给你一些感动和质疑 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邻居,山田君 爷爷子一家有五口人 爷爷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这是他的爸爸和哥哥 两人对读书有什么用展开了讨论 可是爸爸虽然口口声声说着读书有用 却说不清读书到底有什么用 或许就是爸爸嘴笨的原因 才让哥哥觉得读书一定还是有用的 爸爸和妈妈结婚后的历程 被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出来 从一开始的一帆风顺,扬帆起航 到后来的狂风暴雨 哪怕航行的船只离破碎 他们都彼此不离不弃,互相扶持 终于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岛 爷爷子和他的哥哥阿生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现的宝藏 从此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其实人生的航线上 最可怕不是那些惊涛海浪 而是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 再大的风雨 只要夫妻同心便可以安然度过 而风平浪静的时候便会松懈下来 哪怕有危险靠近也浑然不觉 没有风也不知道前进的方向 硬要行走也会出现分歧 最终挺直不前,家人也会抱怨 家庭就会面临崩溃的危机 这天,爷爷子不小心被家人落在了商场 不同于爸爸妈妈发现后的那种惊慌失措和懊恼哭泣 年幼的爷爷子醒来后表现得极具成熟 宛如一个小大人 他善良地安慰了同样和家里走散的小男孩 还帮助他去找自己的家人 而妈妈找了一圈也不见爷爷子 当他们回到家后 发现爷爷子早已坐在邻居家的沙发上吃饭了 一家人的日子有些平淡 下雨了要收衣服 追着要外出的人帮忙带些需要的东西回来 收拾杂乱的房间 爸爸上班的文件忘带了 让妈妈送过去 却发现文件拿来了 只是自己忘记了 夫妻二人正看一份报纸 或者是爸爸外出答应买回的东西 却忘记买了 最后妈妈气鼓鼓地拿着篮子再出去买 当然 令妈妈生气的时候还不至于此 爸爸妈妈为了电视的使用权而互不相让 而躲在门后的奶奶和爷爷子 却看了一出好戏 不过在这个家里 还是阿生国的最惨 不仅要经常忍受妈妈的唠叨 还要被爸爸妈妈联合起来欺负 甚至成为了爸爸宣誓父权的工具 爸爸的教育对象总是阿生 比如让他不要将饭倒进汤里 而自己就将汤倒进了饭里 让他不要举块不定 自己却因为家做了菜 被妈妈一顿说 闹了个大红脸 冬天时 爸爸向全家出去拍一张全家福 可他们都兴致勃勃地 被在电视机面前不肯去 而爸爸也像一个固执的孩子 将相机放在了电视机上 还是将全家福拍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新年了 一家人因为在暖桌下 而出去的人一定会被其他人 拜托带些吃的回来 成为免费的工具人 很快冬天过去了 便开始了春雨绵绵的日子 一天 爸爸下班的时候下起了大雨 爸爸没有带伞 便打电话给家里 让人送伞来 听着电话里的家人们 互相推让 爸爸生气地说要去买一把伞 妈妈让他顺便带和扭热回来 最后爸爸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赌气地买了一把伞回家 虽然心里还是生气 但路过肉桂的时候 还是买了一盒牛肉回家 而家人虽然嘴上说着 不想来接爸爸 却早早出来迎接他回家 这一幕温馨无比 家人便是这样的存在 刀子嘴 豆腐心 妈妈不擅长厨艺 当家里有很多凉面 于是凉面变成了家里的主食 腐菜野浆 可是多吃野浆 就会很容易忘记事情 这不阿山去上学 亏忘记了身上还穿着睡衣 爸爸也是和他穿错了鞋子 爷爷子去上学 忘记了中午吃的便当 奶奶去送 却又忘记了自己的包 妈妈又赶着去送 结果忘记关家里的瓦斯 匆匆赶回来 才发现已经关了 却又弄脏了家里的臂板 这时候妈妈又反省了 自己的行为 决定对家里的食物 进行改革 而奶奶也觉得 自己年事已高 望着落音缤纷 回到家里有些感伤 一天去打扫公园的奶奶 还像六十年前一样 在扫地的区域画了一条线 仿佛回到了童年 小站上有许多飙车族 带给了居民许多麻烦 奶奶决定出去教训他们 而妈妈却说 这样太危险了 奶奶觉得妈妈说得很对 于是全副武装地准备出去 和他们讲讲道理 却将回来的爸爸吓了一条 爸爸也只能摆出一个 一家之主的样子出去看看 却遭到了这群混混的欺负 好在妈妈和奶奶及时出手 奶奶的劝告 让这个混混成为了一个机车侠 可他们并没有被感化 爸爸却听得津津有味 甚至幻想成了月光下的正义使者 拯救了被坏人抓走的妈妈 她被当成是英雄一样崇拜 可是现实的爸爸却很懦弱 他为此安然神伤 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却病得很严重 在家人的奉劝下 爸爸答应请假在家 可最后还是决定去上班 毕竟一个男人就得承担起 养家糊口的责任 我们的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也许那些麻烦 还是我们最信任的人带给我们的 但那有什么关系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想得开 不管对方有多么糟糕 我们不包容就活不下去 只要一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的我自二群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少好